好 接下来看第三个指令 第三个指令叫SU指令 SU它是一个词组的缩写 叫Switch User Switch叫切换 User叫用户 所以表示切换用户的这么一个作用 它的作用是让我们在命令行里面 快速的切换用户 注意是在命令行里面快速切换用户 我们今天上午也试过切换用户 当时我们切是这么切的 点注销 然后再切换用户 这样有点麻烦了 我得等一段时间才能让我重新登录用户 但是我们在命令行里面就可以不用等了 直接SU 然后你要切换用户 你得告诉他 你要往哪个用户去切 我们这里面当前是Zoot用户是吧 那我要切到Ninux123 你只要把用户名告诉了就可以了 然后呢 按一下回车 注意我按回车后和按回车前的区别变化 变一变过去 变了 有两点可以佐证 第一点呢 就是前面的名字变了 第二点就是后面的那个符号变了 对 变成$了 所以呢 他的确是变了 当前这个用户是变了 如果说你看这个还看不出来 是这个指令 Who am I 我是谁 他会告诉你你是谁 你要是这都看不出来 你让他告诉你 这也是个非常神奇的指令 是个词语处在一块的 这个了解一下就行了 这个不是主要的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现在呢 我们这块呢 用户是切过去了 肯定是切过去了 那么切过去需要注意 这个切只是我们在当前命令行里面临时切过去 你要是再开一个命令行 还是住他 这个只针对当前的这个命令行成效 当前命令行一关掉 或者你新开一个 他都不会切过去 只是临时的 所以呢 右上角这个名字也没有变 还是住他 这个不会变的 就是里面变了 行 这个是我们切换到普通用户 0.11.23 那我想再切回来 SU 入他 表示切换到入他 那么同样 这一点呢 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 我这里语法呢 这个用户名 切换用户名的时候呢 这个用户名是可以不写的 可以不写 那你不写的话 默认就切换到入他 所以写不写入他 效果一个样 但是在切的时候注意了 他有密码了 那我们现在有两个用户 那么这密码 我应该输哪个用户的密码呢 这个就从那个权限角度去考虑了 我们入他本身是高级用户 Linux1234普通用户 是吧 那我要从高级用户往普通用户上切 这肯定不需要密码 但是你要从低级用户往高级用户去切 这个是需要密码的 而且输入是高级用户的密码 所以这块输的是超级管理员 输他的密码 但是请注意 输密码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提示 不是输不了 是你输进去了 没有提示 它不会有那个什么信号提示 你放心的输 输完了 你按回车就行 输错了怎么办 输错了 按住那个backspace 就是燃那个删除键 按住了 大概三秒钟 你重新输就行了 或者呢 你感觉你输错了 假设我前五位我输错了 那你就按五次 或者多按两次也行 然后再重新输 但是你按了它也没有提示 输错了没有提示的 你直接回车 从哪也行 都行 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密码提示的问题 你输入的应该是root用户的密码 输高级用户的密码 那么切回来了 这个警号root都变了 suroot等价于su 那么通过上述两个命令的操作 我们发现一个结论 就是我们刚才这个密码的问题 当切换用户到低级用户的时候 它是可以怎么着 直接切换的 不需要密码 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从低网高起 这需要输入被切换到用户的这个对应的密码 其实也就是高级用户的那个账号密码 这是为了保护这个账号 防止你没有这个权限 你也切过去了 那回头就完了 Ninx是以安全组成的 所以它这点安全的还是有的 肯定是要求你输入密码的 并且密码没有任何提示 在输入密码的时候 不用注意遮挡 反正你也不会提示 不会有任何的输入提示 输入完毕之后 按下回车即可 如果输错了 可以呢 按回车 然后呢 重新输入 或者按住 B-A-C-K-S-P-S-E Backspace键 三秒以上 然后重新输入 Backspace就是我们那个删除键 这个指定的话也是比较简单的 方便我们在命令行里面 直接快速的切换用户 只是临时的 当然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这个用户 必须得存在 这样行不行 试试 这个不用试了 这还试啥呀 用户都没有 他能过去买 用户不存在 所以最基本的 这个用户名肯定存在的 不存在肯定不行 好的 感谢